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江湖商中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而他们训练的秘密基地 以及训练的方法又是什么 我们稍后揭秘 而您知道其中有一位这个杀手 是台湾的克勤队出身的吗 当他犯下杀人命案 而来到监狱服刑的时候 您知道他在监狱里面 居然两岁啊两岁 七岁都不用做事 到底为啥命 好 我稍后一会告诉您杀手的故事 好 来看看中国 中国现在是祭出了对于台商的优惠 三十一项措施 那么很多人讲说 台湾的人才会不会被磁吸过去呢 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台湾的人才资金 通通外流到这个中国去呢 在您摩拳擦掌 准备要这个进军 这个更大的市场之前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台商逃亡潮 他们为什么要逃 他们到中国有一个中国梦 但是为什么又梦碎离开 稀进的血泪故事 我们稍后告诉您 现在介绍今天女后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媒体员王瑞德先生 惠明好 大家好 江苏博先生 惠明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社会观察加根明 惠明好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献哥 惠明好 大家好 还有风雪老师林建一老师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台商的大逃亡 有哪些故事 这一栋还在新建的中国尊大楼 高108层 完工后将是北京最高摩天大楼 不过这一座未来新地标 最近开始停工 因为两会期间 北京城内的建筑工地 依循惯例都不能施工 我们现在的地方 是在北京的国贸一带 这边商业大楼林立 但却看起来雾蒙蒙一片 因为今年的两会开幕 没有出现两会蓝 要是N比爱大的话 你会卖掉这么多的下 自然数的集合N 究竟是多少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 已经不重要 因为连提都不能提 世界最大党的样子 就是连的再平凡不过的N 在微博上也不给搜 就怕网民在后头街上 大于二甚至无限大 岂不暗奉习近平任其无极限 经济学人杂志 早已料到习近平会黄袍加深 如今话题在海内外延烧 习近平大行文字域 除了小熊维尼 袁世凯图文被封锁 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 政治小说1984找不到 就连习近平皇帝查无结果 那歌颂一下习近平总可以吧 竟然也被堵死 企图以保险套和威尔冈广告 突破封锁线 依然撞得满头包 不过国际财经杂志 更担心的是 习近平一言堂 会导致中国投资大卖空 2017年第四季GDP成长率 印度冲上7.2% 领先中国的6.8% 中国短期经济表现在 金砖四国净陪莫作 习皇帝复辟开倒车 经济也跟着七上八下 习近平万年主席制度 不但震惊国际 现在更扯出案外案 掀起一股官媒风暴 新华社先通过英文稿 以集电方式发出简讯 当中只提到习近平 即将修宪取消 国家主席连任期限 这个举动彻底惹怒 中共高层 还被定调为严重政治失误 传出相关编辑和负责人 都遭到撤职 国际媒体大篇幅报导 两个小时过后 新华社才以中文全文发布 但并不向英文稿 只强调取消任期限制 中国网友还一度怀疑 是海外敌对势力造谣 敏感的中共两会 召开前夕中央巡视组 进驻新华社 查找政治天差 之后就因一则英文快讯 有人下台不得 尽管新华社拒绝证实相关消息 但这恐怕是习皇帝 整肃江派所把持宣传系统的 其手势 其实这是一坡坡的 之前一开始是劳同法 劳同法之后 已经不少厂商受不了 开始往南境的方向走 接下来整顿金融跟污染 查税 查税是最厉害的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习近平 因为他自己修改了 中共的相关的宪法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两任 十年 他现在可以无限期的做下去 一百任 所以他做到 反正就自己做就对了 根据以前的惯例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了 那么他这样做的 这种过程当中 他速摊 因为他过去有人要暗杀他 周永康 薄熙来等等 他先抓着军方 跟他有关系的 整股材料 他现在要整顿 可怕的是 他一身零下 你看北京十几万人 马上就搬离 对不对 拎到的事情 第一段人口 全部人滑走 那他除此之外 还要现在开始整顿 包括金融跟污染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比如说 那一期的代工厂 这个丰泰 他就被这个中共用 说他计算方式不对 所以要补税 补税超过新台币 十亿 你知道吗 然后公馆的大台商 东具电子 也是补税超过两亿 那平均几乎算了一下 大台商几乎每个人 他几乎补税超过三亿那么多 也就是说整个全部都要补税 他要抓你逃漏税的时候 在中国逃漏税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刘晓庆那时候也武则天 那么厉害又是人大委员 因为逃漏税的问题 补税的问题 抓你一年 你知道吗 平均每个台商补税三亿 其中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台商 他也被抓要补税 也大概将近十亿左右 他找台湾的某一位立委 想说很直通对岸高层 一定可以摆平 开两千万 那个立委 对 没处理 对 没有办法 为什么 两千万 两千万 没退 没有错 你没办法处理 一样照假 昆山两百七十家企业 限令停产 两个礼拜十五天 过去最多 过去最多用什么什么理由 因为我有亲人也在当台商 他有十一个单位 可以叫你勒令协业 最离谱的一个叫做卫生局 到你的那个麻 那个洗手 那个小便室 有没有 一弄又小便够 勒令停业 你知道吗 那么以前都是每个月 停个三五天 意思意思 一次停两个礼拜 哇 有办事是台商 南亚吉安特这些 还有设厂十五年的轮飞 全部都受到影响 他叫你两个星期就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也不行 又两个星期 你怎么办 你整个生产线全部都停下来 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 台商挡不住这个逃亡潮 包括你看永庆房屋啦 包括钱柜啦 包括很多啦 都变卖资产 或者是撤离中国市场 这都不稀奇啊 我有认识一个竹联邦大哥的一个好朋友呢 他就在公馆 然后呢 他突然间有一天 接到了一个命令 下个月 要补足过去十年 没有发的加班费 他 他有几千个员工 以前 怎么会突然 以前中国大陆加班是不要钱的 我想真的 以前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你不认为是说 以前像我们这些 突然间说下个月要补足过去十年的加班费 我这个朋友 你看 我这个竹联邦的这个好朋友 听到这个命令 看着这个娘 而且他们是说做到就要做到 你刚才说立委两千万 我跟你说 你拿多少给他也没效 下个月就是要补 你知道他采取什么断然处置吗 断然措施就是 他漏夜逃离东莞 你知道吗 所有的一切都给你啦 都给你 我不要了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我一次补足的话 我一次补足的话 那我就完蛋 我就破产了嘛 所以事实上台商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 而且我们刚刚 就是说报纸上你看得到的都是大企业 大企业被查多少加多少 刚刚这个瑞德补了一个 连黑社会老大在那里做生意 永永十年的加班费突然就要交出来 他是更天借钱是不是 大企业之外 隔壁要好像怎样基层的新生 连兵都打得跟他们查岁喔 对 那我现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槟榔摊的利润多好呢 我以前六七年前我在台湾 我那时候在黄河北路 我有开了三家连锁槟摊 我开的是辣妹店 那时候早期 你做过的事真多耶 因为我们爱赚钱 那因为早期也自己知道说 槟榔摊有没有利润大 对那时候卖槟榔 那时候槟榔的传统店一包 大概是在赚16块17块 可是因为我是请辣妹 辣妹比较漂亮嘛 不好意思 我的利润一包可能大概在28块 至32块左右 厉害吧 对那我们来回归到 我刚才说的那个正题 就是说这个35岁的那个良性台商 他那时候他很早就到了广东的深圳 然后他去经营这个连锁槟榔摊 那但是在大陆 要开槟榔摊不容易 因为我曾经过我到珠海 那时候去跟一些 现在滋留在那边的台流 那时候去 我问他们说 槟榔 槟榔 你们这台流的槟榔怎么还要吃 又大颗 又硬 又贵 又不好吃 他还怎么讲 那些滋留在那边的台流还怎么说 你有办法吃到这槟榔 我跟你说 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要买啊 不是任何地方都买得到 对 所以说在那边做槟榔摊有没有 等于是说高航特殊的生意 而且又有办法在广东深圳那边有没有 开连锁事业有没有 应该是赚了非常 很多的钱就对了 那因为这个梁姓台商啊 他就是因为大陆在查税 连槟榔摊连锁也查 结果查到了他逃漏税 那怎么办呢 逃漏税他不想要被关 他不想要坐牢呢 他怎么样 他于是他想到一个方法 他到了厦门 他到了厦门的武通码头 然后你看哦 现在这个就是梁姓台商哦 他不是站在海中间哦 他也不是在玩水 他现在是站在一个沙丘上 他就是站在一个武通码头 只是现在说他这个码头有没有 他的平方公里面积大概一百公尺 因为漲潮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个堵就没去了 他刚好过去的时候是因为漲潮 所以他站在海 他站在海中间 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咬手货救 对 但是他当时在这个武通码头 雇用了这个三板船有没有 他那时候他的目的地 是要直接到小金门 但是这个船长啊 其实他船长也会怕说 怕到我国海域以后有没有 可能会被海关抓到 他就直接怎样呢 就把他丢到最近的一个小岛 无人岛屿就彈了 还很有良心的告诉他 你不用担心 是 这个小岛 你只要看到有船你就挥手 那他们会把你载到小金门 非常快 结果他因为偷渡 又多触犯了一条国安法 再一条 对 等于是说吃力不讨好就对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啊 在大陆那边啊查税啊 不只是大企业 就连一些连锁相关的小小企业 也给你查 真的大逃杀耶 再来看看 达夫尼明明是台湾的通缉犯 到了大陆之后便携王 为什么现在又是一间一间官 对 达夫尼曾经是大陆的女携第一名 连续12年他都女携第一名 一年生产多少三千万双的女携 占整个大陆女携的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 从2003年开始啪一路一直展店 到2012年最高峰 展到六千八百八十一家 每一年都是倍数生长倍数生长倍数生长 九年涨了一倍 而他的最高峰也就在2012年 那一年的银额多少台币四百亿 你觉得做鞋子很好 做鞋子如果一箱鞋一百块 定格就是36 你如果买了就贪四 如果买了就很高峰就十千斤了 你就贏了 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 很多国际品牌进去了 大陆人有钱了 我以前穿都很好穿 最近越穿越难穿 他就有钱了 穿到那一家买土地买那时四十万 二十三十以前四十万 出钱了 有一个人说 奇怪 最近三天没吃豬肉都会携帚 他就有钱了 以前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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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所以大陆人现在不买了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 整个资产大幅缩水百分之九十 那这家公司是原来是张文宇 张文宇是谁啊 是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 他掏空顺大域 掏空那时候的美金三亿元 所以他后来到大陆去 2007年被押回台湾 在2006年的时候 2006年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开始非常火红了 2010年达夫尼的主席叫陈英杰 他的身价是五百亿 跟大陆非常有名的韓星叫韓雨琴 结婚 两个结婚 哇 这是四季婚礼 在台中那个地方还没有 那个时候要没人办一桌两万五的 一桌两万五 一百桌 我跟你说 王金平当主婚人 任贤起当介绍的 因为陈英杰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在玩音乐的 所以他很早就跟任贤起 他们就认识了 2006年的时候他们还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我爱达夫尼 男主角任贤起 女主角是台湾的 他的原来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不敌潮流的改变 所以我们常常讲 有时候在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什么 飞龙在天 你如果没有在那个地方刚好收起来的话 那就抗龙游回 对 不然他可能就是要做中高价位的 然后再维持低价位的 总而言之他现在是一天关三间店 台商做生意有时候是自己的转型 没有转出来的问题 有时候是政治的因素 有时候甚至还是什么 风水问题 老师 这个是我一个客户 那他本来是日本的这个协力厂 那日本人呢 要到大陆去 那时候要到深圳去投资 那结果呢 因为日本人他也不知道要到底要 中国大陆那么大 我到底要去哪里 然后就在地图上选一选 有个村庄叫太阳村 太阳那不是我们日本国籍吗 我就去这里有因缘我要去这里 然后就去设厂那有没有赚钱有 可是奇不奇怪奇怪 每年 他去了17年每年要死一个人 快到7月就死人 快到7月就死人 结果他他也不他也没有发觉 因为上人嘛想说一直都在赚钱 那反正死人就就赔一点 赔一点这个人道费用嘛 他就想那我是不是在扩 这个厂还有土地 那这个土地我在边边上我弄一些孔雀园 花园给员工可以休息 花园干得很漂亮 我去看的时候 然后呢 我说那你有赚钱为什么要叫我来看 他说这里很奇怪 他说我的狼狗 我所有场内的狼狗 我要带他来凉亭 来这个孔雀园凉亭 那个丁拉拉不来 然后还哭 这样子有问题啊 有问题啊 后来呢就是我去看以后发现 哇这里的林根本没有处理 所以尤其在凉亭下 应该是有很多骨头都推到这里来 就是说坟墓里面可能没有一个一个简骨 它不像台湾 但是中共你要吗 坟墓也不信这个啊 坟墓我也叫你全 我就通通推到土里面嘛 但是结果后来我们就跟那个林沟通 沟通不了 他说是那个跟日本有仇 就是说因为你太阳村 你把我本来好好的 你没 那个太阳村多远你知道吗 多仇家很多来了 离开深圳很远的一个 一个独门的一个独村一样 我那时候都觉得 怎么越走越远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日本能够挡杀的就是那个50刀的那个刀挡 所以就在那个量亭底下布了一个镇 全部埋刀挡在里面 之后那个工厂就平静 没有在每年再死一个人 狗也过去了 狗也愿意坐过去了 就平安了 其实有时候真的人比鬼还要可怕 特别是在大陆 对 没错 对不对 警官的儿子都绑架 事实上呢 那么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啊 非常的复杂 为什么呢 11个单位可以勒令你卸夜听工 那除此之外呢 最可怕还是人啊 那么早年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的台商会从中国大陆的市场上撤退 我认识一个艺人 他以前大概都演那个男配角的一个角色 那他这些年以来慢慢淡出是个男明星啦 然后呢 他因为在台北市开了一间Piano Bar 我认识一个高阶警官 跟他们家感情非常好 还认他妈妈当干妈妈 所以他带我去他的Piano Bar 聊天干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他在上海看了一个地方 OK的 他认为那个时候发展一定没有问题 上海又讲了一大堆 好 那他就过去 后来他就拿了大概快要花了三四千万 在那边上海开了一间Piano Bar 然后听说生意也不错 那我后来好几年没看到他 大概过了三年多了以后呢 那么有一天 我又跟那个高阶警官 又到他台北的这个Piano Bar 又看到他了 我就跟他说 哎呦 你回来度假 你那个上海不是开的吗 别提了 全部连一个字都没有拿回来 我说怎么回事啊 那时候你在那边开这样的一个店呢 你的负责人不能是台湾人 对 所以呢 你必须用人头嘛 对 那可能问题是我也怕人头吃了我啊 没错 所以我们要彼此要签一个约对不对 然后那个约呢 后面会载名什么什么 你用那种类似借贷 还是什么关系的 我就拿这个约来卡你 以保障我的店不会被你吃掉嘛 有一天 因为他自己本身 为了好好经营这家店 所以他里面的酒啦 小菜啦 什么东西啦 都是这个老板去 handle下面的人去买的 有一天 他早上要去开店的时候 这个锁为什么打不开呢 原来锁换了 换了我为什么会不知道 我是老板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后来就找锁匠了 要迫害这个锁 就没想到他在找锁匠 要来迫害这个锁 要重新要把它打开的时候 他的这个人头 大陆的这个人头 带了公安来了 干嘛 要捉他 他的迫害 那个大陆的人头说 跟公安说 他在迫害我公司的产品 物品就对了 你公司的产品 你是人头 我是老板耶 他就立刻拿出那个 我才是老板 你是谁啊 然后他说 我明明就是 用一个月 一万块人民幣 相当于台币 在近五万的价格 我请你的哦 你现在要吃我的店啊 然后结果 搞了半天 人家早就跟公安勾结好了嘛 就是要来弄你的 所以后来在那边吵吵吵 你再讲 再讲就把你去抓起来 所以后来 透进管道 想尽办法 找了好多人要去讲 没用 而且对方烙话 烙话公安单位就说 如果你再闹 对不对 我直接把你抓起来 你知道吗 最后他被迫放弃 他投在里面的三四千万 然后跟他已经在那边经营了 快要三年的所有的事业 被迫这样子两手一空 又重新回到台湾来啊 那除此之外呢 他不是这个 在那个地方投资 那么血本无归 最离谱的一个 我们台湾的高阶警官 其实他们的二代或三代 那么有 事实上呢 他们很栽培这些 这个二代或三代 也就是说儿女这样子 常常把他们送到这个美国去 然后在那边留学啊 那这个故事是我们台湾的 当时的高阶警官的 二代跟三代 他们用一股一百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 现在是两千八百万左右了 那时候快要三千万 然后呢 在中国投资一个娱乐城 那道理来讲很好啊 然后呢 你要去投资嘛 又是台商 又是高阶警官的孩子嘛 所以呢 你的身份是很棒的 他们很欢迎嘛 那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呢 突然间有一天 这些所谓的 高阶警官的二代 他们呢 有一天 其中一个 我很熟的一个 那么另外有人 打电话给他说 赶快离开 护照拿着赶快离开 因为他有美国护照 赶快离开 到机场 赶快买机票 赶快离开就对了 离开就对了 不要问为什么 赶快离开 他还好他警觉性很高 他一听 会打那么警觉 电话那么急来 叫我赶快离开 那么立刻 披护就到机场 然后买了 就跑了 还好他跑得快 因为另外一位 高阶警官的儿子 那个他的爸爸 在台湾的警觉 非常的高 他没有跑成功 他到机场的时候 被拦下来了 被公安单位 跟他在中国大陆的 合伙人拦下来 里面又牵扯到 一大堆什么 逃漏 反正只要逃漏税 你就死了 你知道吗 逃漏税有什么东西 把他抓起来 把他抓进去 抓进去以后 后来 因为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啊 他搞了半天是 公安单位跟他们合伙 来吃他们相关的投资 然后呢 用查逃漏税 用查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可大可小 什么意思叫可大可小 很简单 他不是把你撕掉就算了 他还要你汇钱来救人 所以我们这位高阶警官 当时把他在台北市的 一个别墅 卖了6800万 想说应该OK了吧 就没想到 他的儿子跟他讲 不行 要台湾台币1亿 才能把他给救出来 所以后来又凑了大家 总共凑了一亿 全部过去了以后 他的孩子才平安的 重新回到台湾来 而所投资的所有一切 全部都被他们给吃掉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问 陈友好这位先生 陈友好先生 你离开台湾 欠了那么多岁之后 你到大陆 你隔海开记者会 辱骂我们的总统 现在你大陆还呆不呆的下去 你的工厂一直没有办法复工 你可不可以也开个记者会 骂骂他们的领导人呢 你能不能呢 为什么要讲到陈友好 我想这次在政协人大两会展开之际 其实就已经传出了一个 风声鹤唳的消息 说有可能台湾的三大台商 被列为大逃杀的对象 也就是说被中共的中央给盯上了 你晓得习大大上台之后 中纪委雷厉风行的调查 那些贪污的官员 或者政治处心 包括江派人系 一旦你要是发现 哪个商人跟之前的这些官员 有官商勾给的话 拜託 抱歉 请去了这个秘密基地 中纪委的秘密基地 你在里头 知道你说出为止 所以呢小则补税啊 慧敏 大则叫你去喝茶 你不吐出了这儿来 你这个茶永远喝不完 那讲到陈友好 我们晓得江西人嘛 现在已经都在被政治肃清的同时 好死不死 他的响路腾龙集团下的一个 芳香厅的化工厂 说发生在前几年发生了爆炸 他其实当时投资了快四千多亿的台币 他才一运两年三连续爆炸了两次 你看看那时爆炸的画面 我告诉你 这一炸 你四千多亿台币就再见了 倒不是说被炸光了 而是中共中央就来勒勒令你停工 至今都没有复工 2015年发生爆炸 对 今年几年了 2018 也停太久了 停太久了 对不对 其实你也知道 对岸是一个人质的社会 你说要复工其实就是可以复工的 但你说复不了工 那我想可能就是你正式背后的势力垮台了 就我刚才讲了 苏树林还有郑立宗等人 另外一个他的化工厂 也因为他的设备是已旧爆薪 也被勒勒令你停工 你看听起来有没有觉得 好像芝麻绿豆社都可能会被拿出来刁难 好 那现在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他突然呢 他决定要把他下面的一些房产 还有这些这个我们讲的他投资的这些事业 出脱 那你要怎么出脱 你要知道对岸是很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他们对岸国内的钱弄到国外去 他们很在意 他们不是不希望商人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谁希望啊 对啊 那陈友昊就很聪明 他欠台湾那么多钱 还在隔海开气的会骂人 对 那陈友昊就 他就很聪明哦 他想说那我如何 就圈内就在传 那如何金蝉脱壳呢 我举例这边大家看 哇好大的一个房地产开放案啊 闽南股镇在下门占地15.1万坪啊 他现在就有人在传 江湖传音就说 他很可能会把这个 直接呢叫菲律宾人来 这个呢 我股给你 那你在菲律宾的那边的一些产业 你股给我 叫以股换股金蝉脱壳 这样子他不就等于又可以巧妙地避开了大陆中央的一个机会 而且大陆的钱很难出国啦 是很难出国嘛 那我就这样 我一股换股啊 那我就逃到 不是不是逃 就是说我把我的资产呢 就搬到了菲律宾 那对外呢 又可以说 一带一路 帅先响应中央 一带一路嘛 南进嘛 要政治正确 好 可是呢 有人就说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看得出来 其实陈友豪已经感受到他危机四伏 而很多台商 他要如何化整为零 重新出发 像刚刚这个 憲哥讲到 达夫尼一天观山下 这小case 这种整座拍了 那怎么办呢 好 你看 讲到三大台商 可能现在被中共的中央给紧盯 有人说 要么你就乖乖缴税 要么你就乖乖关场 要么你就赶快重新找你的罢子 要么 他们说 有一种另外的一种 把资金流出来的方式 就是赶快回流台湾 投资台湾的上市上位公司 那这样子资金的一个转移 也许可以化解 你在那边大逃杀 一个恐怖的下场 所以这气氛是很诡异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中国大陆现在推出了 三十一项会台措施 会有效果吗 现在逃杀的气氛还蛮强的 短期间当然会有效果 会有效果 对 但是长期间来讲 就是要看个人的福分 我们来讲到陈友好 其实在台湾的戏子山坡上 它是有一间庙 叫做云天宫 所以云天宫拜的是 十二女娘娘 这一天 这个宫你不要小看 它小小的宫 我讲出里面的一些主任委员 讲出里面的一些义工会吓死你 主任委员是谁 是陈宝芝 就是蔡城南的太太当主任委员 那还有陈友好跟他太太 他们也都是这一间庙里面的一个 非常虔诚的信徒 另外肖万常也是 江炳坤也是 还有侯金英 侯金英是谁 侯金英就是梁国树的夫人 而且是侯雨律的女儿 也是这一间庙 那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去那边做义工的庙 你就知道这一间庙很厉害 那当初他们非常虔诚的去信 这个十二女娘娘 那十二女娘娘 我们说神明兄 一定要地主警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有神迹 它里面有几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就是在1985年 民国74年 2月18号 实信案爆开的时候 前一个月 那个陈宝兹去拜拜的时候 就已经神明跟他讲 胡卵就跟他讲 你们家的城口要拼了 他不相信 我们家的城口 我们家就开国泰信托 我们这么好 我们家的城口要拼了 结果过差不多一九个月而已 实信案出来了 蔡臣周整个实信 拼 拼了之后 马上牵连到国泰信托 那时候整个国泰信托 所有旁边三百多家的公司 全部都被清缴 那一清缴以后 银行一收资金就倒了 一清缴以后 还欠多少 还欠将近195亿的一个 在银行里面 结果后来也是因为 这十二女娘娘 那你就干脆流到海外去 人到海外去 结果就变成大连王 大连王以后回来 就把那些债务 全部还清 所以目前来讲 包括蔡臣南 包括陈宝兹 他们夫妻 礼拜天礼拜天 还会去那边当一同 所以蔡臣南欠的钱是有还的 有 全部还清 台湾第一个 第一个是全部还清的 第二我们再来讲这个陈友好 陈友好那时候冬地 是如日中天 不仅仅是他讲的戏指那个 台南那个冬地是造震 我那时候开车去吓死了 整个到永康的时候 整个旁边 那是滚了十个的造震 那人在叉叉叉 我跟你说 那时候冬地是不是笑话 东云纺织 结果呢 他在那个时候 他人生唯一缺乱就是 没有小孩 所以他跟太太就一直跟 十二女娘娘娘的一个 一个去求 说他希望有一个小孩 但是冬地扶起来说 你如果要小孩的话 那你要付出你的财运 你的事业 崩溃的代价 因为你命中带到破家 我们人在资资资资资资资 你不可能后期 你要到长寿 要到有章 那不可能的 所以你今天要有章 你要付出代价哦 你要不要 他说没关系 我要付出代价 他那时候那么想要孩子 对 就是要孩子 因为你 因为你台队跟我们这台都同样 你贪一页一双 你如果没章 没章给你继承 你贪一页要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贪 快点 所以 他们太太就乖快去 用人工受孕哦 那太太几岁了 五十六岁 真的我跟你说 有够厉害的 双胞胎生两个名 这个十二姬娘娘太厉害了吧 所有台湾的医学界 那不是只有轟动台湾医学界 全世界医学界 全都轟动 五十六岁 女人要得到生两个双胞胎 在这非常健康生出来 这小孩子到两岁的时候 东地是兵败如山倒 在那里 就像刚才那个 总部说的 那时候十二女娘娘 也是他说 说你要 西进去台湾 再留台湾 前进大陆 娘娘有交代他台湾的钱 要不要漫还吗 我不晓得 但是他现在对这一间庙 还是非常的笃信 他还会派人来问世 而且庙旁边有一块地 因为庙太小了 所以要扩充 还是他捐的 现在还想要 十二女娘娘的金身 要把他 请到大陆去 第三个 肖岸场 晓岸场 知识分子嘛 你不可能去相信这种嘛 两千年不是跟连赞配合 然后落选以后 那时候 那时候十二女娘娘娘娘 要跟他讲说 你要旦处正坛 等待有一天 可以东山再起 他就从此 就旦处正坛 就不 不過跟國民黨計算攪貨了2008年 1909就把他請出來當副總統了 所以他現在也是這一間廟裡面 非常虔誠的信徒 鄭毅老師 你說有些人的名字就是看一般人不兒子 你看陳佑太太五十六歲還可以生小孩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故事 還有不一樣 生小孩有很多種 我現在講了就是人有錢以後歹徒就寄於你了 他有個弟弟是雙胞胎 那兩個弟弟長得很像 可是性格不一樣 有一個就是比較江湖氣 那個很韻 另外一個他的協調性很好 結果他知道說在你家哥哥有錢 那麼靈敏化集團就去綁他弟弟 結果綁錯人了 就是兩個雙胞胎弟弟應該綁 通常我們綁會綁那種比較七頭的 比較鋼的那種 因為表示有江湖恩怨 結果因為他家正在蓋那個羊 那個很大的豪宅 他弟弟在裡面 是另外一個弟弟 因為通常他也太像了 所以就把另外一個弟弟也帶走 就綁掉了 綁掉了 那他哥哥就找這些台灣的這些 他也認識一些警政署跟老大 這是黑道的就協調 協調得太好了 跟靈敏化忘記講在哪裡交錢 就是協調的過程太順了 然後對方認為說 我是要把錢慢慢的划到台灣來給你嘛 可是靈敏化已經等不及 他認為說是不是要叫我去上海 怎麼這麼久沒來就出海 出海就被警政被抓了 被抓了以後 那這個 還沒有被抓之前 他們就一直在問那個布袋港的王爺 那個王爺很靈喔 跟他講說 人在淡水 他們在布袋港外面 有一些是淡水嘛 你是說他抓了靈敏化了嗎 靈敏化還 就是說他被綁的時候就已經問了 問說他弟弟到底在哪裡 就是溝通協調之餘 就趕快一直問說弟弟被綁在哪裡 要不安全 他一直在進行嘛 那王爺跟他講在淡水 那他們附近也有淡水 他就一直在那邊找 找不到這個淡水裡面有他 後來就靈敏化集團他被抓了 靈敏化身上呢 帶了一個保身符 保身符裡面放了一個毒藥 結果警察不知道 其他衣服已經透光 那個保身符沒有拿起來 他就吞掉了 靈敏化是去綁架 去綁他 結果自己就死在這個綁架案裡面 那 弟弟還沒找到靈敏化就死了 對對對 那警察當然就監聽 就是他的那個手機裡面是跟誰通信 發現他的那個定位在 在台北的淡水 你看那個神準不準 他跟他講淡水 結果你在布袋港找不到 那結果他就在淡水 淡水呢 那個他弟弟協調能力很好 居然可以跟綁架的歹徒溝通 每天有時候還幫他買個香菸給他抽 然後有時候那個 那個他弟弟跟我講說說 那個綁他的那個 你不要吃那麼快 不要吃那麼快 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我們家裡也有風險 我扮你給你肥肥回去 我也沒面子 對啊 要不要買一條就好 你不要吃那麼快 當然就處理相處得很好 我只是給你告一條不然去幫你 但是對你我不會給你送嘛 對 毫髮無傷 是要換錢而已 好 結果警察天氣以後 就圍堵 圍堵以後 那個房間很小 就是一個海邊的 這個廢棄的一個樓房 然後那個兩個歹徒就說 警察來了 慘了 我們這一下我們就槍戰了 那你如果怕的話 就把枕頭丟給他說 你就把枕頭丟給他說 你把枕頭丟掉 枕頭放著 我們等一下就開槍嘛 所以就開始開槍 那個警察開了八十幾顆子彈 居然掉到他的枕頭的前面 你看這個人命大不大 媽媽都有把他補皮的樣子 對 然後最後 當然攻堅被人家 會攻上來 那個歹徒居然跟他講說 大人你如果處理可以把 因為他們都有分到錢嘛 你也可以把我們這些錢 拿花加上 所以就錢的 錢的口 錢的像麥當勞叔叔這樣 那你這樣 那種怎麼可能 那個 後來就等於歹徒 等於投降了嘛 投降以後 他本來在大陸娶老婆 一直在人工受精 要生小孩 就跟剛才那樣 求不到 居然回去以後 懷孕了 綁回來之後功力大增 修身養性過 是遇到爸爸 那個生物學裡面有 就是說你快要死亡之前 那個啟動了遺傳機制 你知道嗎 所以 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有科學根據 對啊 就跟那個 頭拳馬要過河的時候 那個鱷魚會咬嘛 那沒有 沒有人要過去 因為第一個過去的馬 馬群的 一定會被咬嘛 那就是頭拳馬 頭拳馬要過河之前 鱷魚在那邊等 很多母馬都要跟他交配 就是美人愛英雄 就是 萬一 萬一馬過去被咬了 以後就 這個腫就沒有了 那誰還能 這個族群就不能生存了 所以金氏綁匪靈明化 居然是斷在他的 他的性命斷在這個 對 他的手上 然後又平安回家 有時候你看這個事件 綁架是個禍 結果 怎麼 歹徒死掉了 然後他回來 居然生了孩子 所以福禍相迎 這個有時候很難講 沒錯 廣告最後金爆追棄令 馬上回來 天降一顆巨大落石 黑色轎車 擋風玻璃破碎 副駕駛座更是貫穿 一個大洞 男童母親哽咽不捨 看看小男童 水汪汪的大眼睛 笑得好可愛 當時外婆就抱著她 坐在副駕駛座 沒想到卻遭到落石重砸 男童當場先寫石流 沒了呼吸心跳 氣氛瀰漫著低氣壓 誰也沒料到 全家一起出門 會飛來橫貨 28號晚間 男童一家行進 中騰公路 步橋邊坡上方 100公尺處 突然落下一顆巨石 直接穿透玻璃 砸中副駕駛座 開車的男童母親 和後座外公 幸運躲過沒有外傷 但46歲女性外婆 胸前四肢多處擦傷 靈性小男童 更是傷重不治 又來了 KTV前一大票人大聲叫馬推擠 年輕人一邊跑一邊動手 不過是支援警力還沒來嗎 援警跟著後頭觀察在吹哨 整群人從KTV前打到對接民宅 民眾被吵醒直說好可怕 因為台中這間KTV 五天前也發生過 兩派人馬藍車圍毆案件 還有不到一個月前 也是同一階KTV發生鬥鬥 一個月至少三集打架鬧事 而一號凌晨四點多的這一集 打到附近鄰居 擔心手怕二十四號正姓男子 和二十八歲的賴姓男子 兩人爭鋒吃醋 沒想到KTV狹路相逢 雙方大打出手 捷水員搜救新竹南寮渝港 金船圓景開車墜海 三十分鐘後救難人員把人拉上岸 已經沒有生命真相 死者李姓圓景因為砍殺同僚 畏罪輕生 砍人的李姓圓景 跟遭砍的田姓圓景 都任職新竹第二分局 週四當天出門巡邏時 並無異狀 主管是因為李姓圓景 情緒低落 特別請田姓圓景 跟他一起巡邏 借機開導 在車上關心李姓圓景 為何心情不好 就遭李姓圓景揮刀謀 他趕緊壓制對方後 跳車逃命 田姓圓景跳車後 跑到附近小吃店 打電話回分局求救 重傷送醫 沒有生命危險 李姓圓景則開車到南寮渝港輕生 只是兩人不只是警專 二十九旗同學 還分發到同一個分局 明明感情不錯 卻發生灰刀事件 是否工作上有嫌信 或者另有引擎 造成一死一傷 俗信田姓圓景沒有生命危險 但李姓圓景畏罪死亡 犯罪動機與細節 還要再深入調查 今天的經報追氣定 我們帶您來看看 警察報仇血恨的故事 俗話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但您知道台灣有一名警察 他為了要報他的殺父之仇 他足足埋伏策劃了二十二年之久 而這位被當街殺害的人 是新竹少年監獄的典獄長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家恨 讓警察涉案 詳細內容 我們請資深社會記者 王瑞德來告訴我們 瑞德 今年除夕中午 在中國陝西發生了一件滅門血案 張姓男子他十三歲的那個時候 也就是要剛進初中的時候 結果他跟他的姐姐 有一天準備回家 發現他的母親 在鄰居的家門口 被鄰居的兩個孩子壓在地上打 打了以後 爸媽媽被打得很慘 還在狂叫 拿了一個木頭 過去了以後 朝這個張家的媽媽的頭部 砰的就是重擊 最後抬回家裡了以後 那麼事實上 就在這個十三歲的小朋友的這個懷裡面 他的媽媽就因為這樣七孔流血而斷氣啊 這個場景影響了這個小孩子的一輩子 在十三歲以前 他是一個活潑外向的小孩 沒有想到到後來發生了母親被殺的這個意外 然後又死在自己的懷裡面 這個感覺太深刻 張姓男子呢 因為這樣從此以後沉默寡言 他直接參加了中共的人民解放軍 而且自願成為特種部隊到新疆去受訓 那麼到新疆受訓的以後呢 學會了特種部隊 格鬥搏擊殺人的一身本領啊 一直等到今年的除夕中 那麼當地呢 有一個習俗會在除夕的時候 那麼上山去祭祖 所以呢 當他的父親跟家人去祭祖的時候 他也發現隔壁的王家準備祭祖 就趁王家父子準備祭祖走出家門的時候 他受提大刀 那麼當場就文謹殺了他的小 對方王家的這個小兒子 然後緊接而來又去砍殺他們王家的這個杯杯 最後在王家的大人衝出來的時候 又朝他亂砍 然後追出王門外 那麼就在這個時候 事實上鄰居都有聽到這個叫的聲音 跟聲音喊殺人的這個聲音啊 所以後來呢 事實上 那麼鄰居都圍在這個王家的家門外 只看到這個張姓男子呢 這個透過這個 這個特種部隊訓練的他呢 拿了一把大刀 然後呢 對著門口這些人說 不關你們的事 我只殺他們家人 然後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人敢上 所以後來就當著眾目睽睽之下 把他們王家父子 是當年呢 涉及毆打殺害他母親的三個人 給活活給殺了 對方在中國忍了22年才殺人 事實上 在我們台灣也曾經發生一件 因為要報殺戶之仇 所以呢 也是忍了22年才動手的一個真實的案例 那麼事實上呢 被殺的人呢 是我們當年新竹少年監獄的典獄長 他姓張 那麼是負責行凶的人 令人很意外 為什麼呢 姓唐的這個兇手 他竟然是一位帶槍的刑警 那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在民國27年的時候 在山東當時因為抗日 所以呢 唐姓刑警的父親啊 加入當時在山東的游擊隊 結果被這個張姓這個典獄長呢 他的部下認為他是漢奸 當場就地政法把他給槍決掉了 那麼他自己本身也考上了刑警 最後成為帶槍的警察 可是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殺戶生仇 所以後來他輾轉打聽到 那麼當年下令槍決自己父親的 這個張姓的典獄長也來到了台灣 而且後來做到了新竹少年監獄的 一個典獄長啊 所以後來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那麼他呢想盡辦法要報他爸爸的仇 所以他打聽出當時啊 這個張姓典獄長 常常會在放假的時候呢 回到他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 二段巷子裡面岳母的家 所以他後來就常常來 常常來了以後呢 那麼這個唐姓刑警的帶著這個四五手槍啊 跟子彈來到了這個岳母的家 那麼他的岳母姓周 所以常常假戒 那一天他就假戒 那麼要請教相關法律問題 所以呢 都是老鄉嘛 所以呢 跟他這個周姓岳母騙說 想知道這個典獄長什麼時候來 隔天會來 所以後來隔天他一大早就來埋伏到 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的巷子口 就沒想到這個張姓的典獄長真的來了 來了以後呢 他屈前詢問他 是不是張典獄長啊 有個法律問題要詢問 那麼就在這個時候 當他確認對方的身份以後 槍拔起來朝著對方就開槍 郝成案情揭開警察涉嫌殺人 而且是預謀殺人 預謀的時間長達二十幾年 那麼這個新竹監獄的典獄長 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他真的如警察所指控的 涉及殺了他的父親 甚至有可能是這個 所謂的漢奸嗎 詳細的狀況 為什麼法官最後網開一面 瑞德 就沒想到卡彈 卡彈了以後呢 這個張姓典獄長 一看對方拿槍要開槍打他 要殺他趕快跑 跑到隔壁的一個律師家裡面的庭院 衝進去 結果連開四槍都卡彈 那麼四槍卡彈了以後呢 就在這個時候兩人產生了扭打 那唐姓刑警就拿起了他這個槍拖啊 直接朝張姓典獄長的頭 一直打猛打猛打 這時候他已經污救了 所以呢已經有人聽到 可問題是聽到也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像發狂式的猛打 把他的頭骨都打裂了 頭皮大量的出血撕裂 大量的流血啊 那麼張姓典獄長倒在地上 他還在打 就在這個時候 兩個分局的巡逻員警 剛好經過律師家門口 所以聽到了以後呢 也看到民眾跟他說 那裡有人殺人啊 所以趕快衝進去 那麼就在此時 那麼唐姓刑警啊 就把他的槍交給其中一個員警說 我用槍托打傷人 那麼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把他給逮捕了 然後呢 趕快把張姓的典獄長 送到旁邊的台大醫院急救 因為血流很多 最後還緊急輸血了1500cc 那麼才救回一命 還把他頭部的傷勢啊 那麼穩固住 包括縫合傷口等等 那麼到底真相 是不是像唐姓刑警 所說的這個樣子呢 張家的說法不是這個樣子了 張家的說法說 當時確實是因為 其實是因為張姓這個等於說 典獄長他的部下 發現那麼唐家的爸爸是漢奸 所以才把他就地政法 但是唐姓刑警很堅持 我的父親不是漢奸 而是剛好相反 他因為拒絕當漢奸 所以才被這個等於說 借假公祭司把他給殺掉 所以呢怎麼辦 到底他是不是漢奸 到底是不是誤殺呢 那麼張家仁還特別強調 那麼張姓典獄長呢 自己本身當時打游擊隊 絕對沒有做這樣子 公報失仇的事情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後來也還因為 表現傑出 那麼後來還獲選為 濟南市的市長 來到台灣才會當 新竹監獄的典獄長 他絕無此事 為了證明到底有沒有 這樣類似的事情 所以後來呢 還特別啊 那麼當時地方法院呢 在這個起訴了 這個相關的唐姓刑警了以後 還特別大量的召集 當年商東包括唐家的親友 也包括這個當時在游擊隊 也跟著過來台灣的證人啊 查明相關的事項啊 不過令人比較遺憾的是 事實上最後包括檢察官傳訊 這麼多的證人查了以後呢 發現其實那麼真正下令殺 殺槍殺這個唐姓刑警父親的人啊 其實並不是張姓典獄長 而是張姓典獄長的部下 很可能是因為 唐姓刑警他從小就認為 是張姓這個等於說典獄長呢 下令殺他的這個父親的 所以復仇不共戴天 所以他們把這個仇恨呢 足足放在心裡二十二年啊 後來在台灣查到了以後 那麼也找機會真的要來殺害這個 殺戶之仇的仇人 結果沒想到說啊 除了卡蛋之外 而當年真正下令的人 並不是這個等於說 張姓典獄長 而全案也因為有這個糾葛 所以後來呢 並沒有把它判處很重的刑罰 所以唐姓刑警 後來也因為這個案子呢 最後被判處五年的 因為殺人為稅判處五年的有期徒刑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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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